据欧盟理事会10号发布的声明 欧盟国家已就为乌克兰提供上百亿欧元援助达成一致 明年将向乌克兰提供180亿欧元的贷款 声明称 欧盟在2023年向乌克兰提供的贷款金额为180亿欧元 并将给予10年的优惠期 据德新社报道 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最初提议 这项援助计划必须获得欧盟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 然而 由于欧盟可能冻结向匈牙利提供的数十亿欧元资金 匈牙利阻挠了这一计划 因此 现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捷克 找到了一种绕开匈牙利通过援助计划的方法 如果匈牙利坚持行使否决权 那么就由欧盟国家承担贷款担保 而非由欧盟预算来负担 如此一来 就不需要承认国的一致统一 不过 匈牙利目前还有时间加入这一决定 这项决议将于下周提至欧洲议会批准 结束了